欢迎收看永康新世界 请妈妈按赞订阅分享 开小铃铛 今天请到的是Round3 第三次请到Russ跟苑老师同台了 前两回我们聊的话题 都有些火花 我也期待今天 同样会有一些不同的观点出现 马上先来看拜登 今天最新的就是美国的众议院 221票对212票 通过了启动对于拜登的弹劾调查 其实在此之前 共和党已经调查了三个月 所以凝聚了共识之后 做出来投票 这票数呢相差了还有那么一点点 比我想象的都来得多一些 差了十几票 但基本上这案子 会不会真的是把拜登给搞下台 我直接说不可能 因为参议院三分之二 三分之二呢 基本上不可能的事情 但这个我们要聊一下 就是接下来会给拜登 他的认识当中 带来哪一些政治的作用力 当然这个继续调查过程当中 川普就笑嘻嘻了 我们先回来请大家看一下 两位来宾有什么样的想法 因为拜登他是被指控涉及儿子Hunter 在海外的不法所得 他的儿子Hunter又说我不去国会作证 因为你会扭曲我的作证内容 他儿子就不去 这个是藐视国会的 所以先问一下Ross 这个政治效应你怎么观察 我觉得目前政治效应不会很大 首先要解释一下 这个是这个投票 众议院的投票是启动调查而已 不是真正的谈劾 当然不是的 我刚才讲启动调查 就是启动调查 那调查之后 众议院还是要再次投票 要不要真的谈劾他 如果真的谈劾他的话 才会交给参议员 对不对 所以这个真的进入参议员的审判 还有一段距离 不一定真的会交给参议员 因为我们要看这个调查 会有什么结果 第二 Hunter Biden 问题不是他有海外不法所得 目前他面临的问题是 他没有交税 但是他在海外的业务 基本上是合法 不是不合法的做生意的行为 所以要解释一下 我就所看到新闻所有内容是 他承认不法的部分是他没有缴税 但是他的所得的来源 是否是不法这件事 他没有承认 但是这个司法没有进步的 完全给他还给他清白 他就是在某一个五个卵公司 是董事 这个根本是合法的业务 那另外他在中国大陆跟那边的资产管理公司 有合资做这个资产管理 这个基本上也是合法 所以重点不是他的业务 但是他有一个道德的问题 道德方面的问题不是不合法 道德方面的问题是 他在海外拿到这么好的工作 或所得来源 是因为对 不是爸爸involved 这个是唐克的调查 他们真的要调查爸爸有没有involved 但是按照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 爸爸没有involved 但是儿子他那个时候 他不管他在乌克兰或在中国大陆 他爱跟别人 他有这个习惯跟别人说 我们今天走下来 我们一边吃饭一边讨论业务 然后他在吃饭的时候 他有这个习惯 他会打电话给爸爸 他要让大家知道 他随时可以打电话给当时副总统 这样的话他才会拉生意 所以对我来说 我身为律师 我觉得这个没有不合法的地方 道德上是不对的 我先插一句话 我是哲学家 他是律师 我认为这个的确是一个道德上的议题 首先的话他这个authorize 就是说授权给美国的国会来impeach他 就是说要展开一个调查的程序 这是第一件事情 就是你们两人讲的观念 然后第二个的话 就是我觉得我非常同意 就是一般来讲的话 这个一般老百姓对于道德的形象 的重视的程度超过律师的专业了 因为我觉得Russ讲的也很清楚 但是杭特拜登的话 比如说打电话给爸爸的动作 在很多人看起来观感不好 这是道德的问题 那法律上是一回事 接下来观感会讲到的是选票 我直接问一下Russ 共和党现在是不是笑得开心 因为至少会把拜登心思都拖在那个地方 他们 但是 没错 但是他们也有一个政治风险 那就是导致后 没有真的找到什么依据 当时就是拜登当副总统的时候 有没有involvedRuss的海外的这些案子 会bounce back 会给反而拜登一个加油上去 按照到目前为止所有的证据 就是我刚刚说的 亨特拜登会打电话给爸爸 让别人知道 我可以说一些打电话给副总统 但是副总统 市任副总统 他真的involved Hunter Biden的业务吗 目前没有什么证据 你共和党估了 这个事情 因为川普已经在几个关键的摇摆州 六州赢四州 所以接近的民调都如此 你个人认为 接下来川普的 不管是募款的顺利 或者是他回归的几率 有没有超过五成 的确是超过五成 而且这个跟 讨贺调查完全无关 就是因为很多宣民 他们对拜登的表现 觉得他们非常不满意 这个已经很久有这个情况了 所以川普的在民调 已经上过拜登 尤其是在包含这个摇摆州 这个跟谈劾调查完全无关 是因为是跟拜登的表现 或痛后膨胀 这些基本的问题有关 这个会有个政治的后作用力 是什么呢 就是启动了 谈劾的调查程序开始 拜登在某种 有意识或无意识的情况之下 可能对于共和党 所提出来的相关的 不管是法案 或其他的要求 配合度会稍微高一点点 会不会高一点点 将来一年 因为共和党是在 中议院有多数党的权利 中议院还是民主党 我认为明年2024年 其实除了必须要通过的预算案之外 其他的方案真的是很难通过 因为我看媒体的分析了 就是拜登接下来任期当中 会被迫对于共和党提出来的很多的方案 都会有进一步的妥协了 所以就这问题呢 我就问一下院教授的 因为就节奏帮我们讲一下 共和党的主张 现在对于军援 乌克兰这个事情 是主张把钱花在国内上面 美国国内 刀口上 这一次启动了弹劾调查 程序开始之后 如果拜登越来越配合 共和党提出这消息 那乌克兰就完蛋 你把这个事情 我把它拆开来讲 它不会是越来越妥协 它会越来越认出 因为这个投票是点人头的嘛 对不对 所以这里头 你单从这一次的话 就你刚刚讲到的那个 有关于要不要援助乌克兰的事情的话 那个讲到那个墨西哥的难民的话 那个之间的事情 墨西哥边界的非法移民的问题 扯进来的话 跟这个乌克兰的这个战争 现在如何如何正在进行 而且不要忘了 那个泽伦斯基他人在旁边 然后见了议员以后 得到的情况 是非常非常难看的 拜登自己毫无办法 因为美国是一个讲法的国家 也不讲情不讲面 然后你这个 他自己不管怎么讲 不管用什么方法威胁的话 实际上的话 不通过就是不通过 我觉得希望渺茫了 所以说现在大家都是按照这个 乌克兰跟俄罗斯之间的话 慢慢走上谈判桌 但是这个曲头是有含义的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的条件 基本上大家都认知 就是凡是你在战场上得不到的 你休想在谈判桌上得到 这大家都知道的道理 所以说现在的话 乌克兰的话 他在不认输的情况下 走上谈判桌 这个意图已经很明显 就是说美国如果没办法支持 那么欧洲或是欧盟 也不太可能支持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 这个事情的发展确实是蛮严重的 不过我话说回来 今天通过这个授权弹劾调查案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一个阳谋 主要是 阳谋 是一个阳谋 就是为了要配合选举年 让拜登感觉到很困扰 另外要让他丢脸 就是我们在台湾法律是有这一条的 叫意图使人不当选 我不晓得在美国有没有这一条 你听得懂吧 我们就说 You have the intention to let people not be elected 就这种观念 我们有一个法律 是说任何意图使人不当选是违法的 这个东西到最后都是不了了之 新票案怎么样呢 宋芷没选上吗 但是我跟你讲 永康你要了解 那个不了了之 但是一旦展开调查 常常出现很多 就是很偶然的因素 比如说希拉蕊的那个电邮案 我不想记不记得 就是在整个调查的过程中 是找到了那个利比亚的大使馆里面 慢慢才见见的 发觉是个大案子 常常无心插柳柳成英 所以说给那个当事人产生了极大的恐惧 是 就是弹劾启动调查之后 看看有没有这些 类似这样的吹哨者 有更多的料爆出来 这料爆出来就影响到最后的选举结果了 但是回过来去走官司 官司可能不一定没事 但人不会选得上 那就台湾